你有想過為什麼一天上班要上8小時嗎? 最近日本神戶府港邊 一個8小時勞動發源地的紀念碑 引發了網友熱烈的討論 有網友看到就信聰聰地表示 喔!終於找到工作8小時的元聰了 有人反過來說,自己工時大概14小時 真是覺得羨慕 有人突破綁腸說 8小時發源地營業時間怎麼卻是24小時呢? 其實會有這個紀念碑是因為在1920年左右 附近的造船廠員工為了提升工作待遇 發起了罷工抗爭 在抗爭之下 資方除了承諾員工會改善薪資福利之外 也約定好了一天工作最長,只能夠8個小時 這次事件也影響了全日本開始建立起公時制度 並在1947年把一天工作8小時的規定 列入了《日本勞擊法》 那你一天公時多久呢? 覺得一天幾小時才合理呢?